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这还什么事 因为我们的到来 角落正在睡午觉的沙承恩 在他妻子转告我们的来意后 沙承恩不太情愿地 向记者聊起了事情的情谊 他爸在哪 他爸在妙后 是什么妙后 是什么妙后 这位妻子 他想拿凡 站着什么基地 完了话这位想 麻烦一话这位 不弄了这位 沙承恩提到的人叫王世文 就是照片上右边这位 沙承恩说 王世文住在新城市里 两个人并不认识 可是今年三月份 因为一块坟地 人家找上门来了 用他来说的意思 这坟我来把 他凭啥这么说 坟没了 没了你找到我了 我开的地 自家的祖坟被扒掉 这恐怕是任何人都 无法心平气和 接受的事情 当时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记者非常想听一听 另一位当事人 王世文的说法 但是 几次电话联系王世文 王世文都说 他正在忙着经营 海产品生意 暂时无法返回新城 也腾不住时间 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他说 我们可以找他的代理律师 苏来源 了解相关的情况 苏来源律师 还能很清楚地记得 王世文到律师事务所 来找他时的情形 苏来源说 王家祖坟原址 就在这几块石头附近 那么王家人 是怎么发现 祖坟被冻了的呢 在清零当中 你这个有的 还要哪坟 还要上坟 所以说 他们有些亲属 有些想你在 你源台的附近 找个墓地 所以他们亲属 向他家反应 说你的墓地 被人家给铲平了 开荒了 给地给翻过来了 原来的坟墓 看不清楚了 王世文亲自去一看 果然如亲属所说 其分之余 向新城市人民法院 提起了民事诉讼 要求沙成恩 立即停止侵害 王氏祖坟行为 并恢复原状 及赔礼道歉 王世文觉得 祖坟被破坏 不讨过说法 实在对不起 自己的先辈 特别是对不起 坟墓中的王成斌 因为王成斌 是他们整个家族的骄傲 那么王成斌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当中 他是一个风云上的一场 重大的中华民国的历史当中 他都参与过 武士运动的时候 他通变全国 和冯祥他们通变全国 支持武士运动 他在张孙复辟的时候 他是反对张孙复辟 甚至帅一个混城旅 一直给张孙 随到荷兰使馆 苏来源说 1922年 王成斌出任直立省省长 全勤于实 晚年时 王成斌不忘家乡 投资三万县大洋 修上了这座文料 目前 它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童子庙 同时 王成斌还修筑了 古城墙上的标志性建筑 魁星楼 虽然王成斌已经过去 但保存完好的古建筑 让新城人倍感荣耀的自豪 在古城南门外的这条胡同 叫王家祠堂胡同 胡同身处有当年 王家供奉先祖的祠堂 这里的屋檐 门窗 仿佛在所说当年 王家的圣堂 据在1936年 王成斌并逝逝于北京 一体成安葬 此后 王氏家族 包括王成斌父母等三代共16位仙人 迁移安葬在这里 当地人们都称为 这个位置是在早山村 现在早山村 你合并到江泽村了 过去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村 它在早山村的北面 附近的人们都把那一片地方 都称为王家祠堂 原先的正名称啊 啥个人 那我倒不知道 很有名吗 就是这个王成斌 那就是小时候都听老人这么讲 王成斌的故事 他怎么个有名啊 您知道 那不是刚刚的 刚刚有多大 刚刚有多大 那有多大呀 这位老人告诉记者 站在山顶上 还能看出原来那坟地的一些气势 他那附近说 左右都有那个沟壑 这算是沟吗 那不沟那不沟啥呀 那那溪边还有一条沟 那那算溪边还有一条沟 那那管我们是磕呢 那一边看着我 一去那管我们说 那还有一条沟嘛 哦 所以前面有河吗 前面河都是这条河 那个是沟 这河是哪来的 就是山里流出来的 这河是在那上边下的 在那下上下 哦 刘是经过这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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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在我后面 我后面留过一块 到底是谁扒了王家的坟 扒完之后 这坟就是经过了 王家的努力 是王家后人的特殊财产 他应该受到法律管理 财产被侵犯 是否能和解 请一把那一块坟地正在 得知王家把自己告了 沙陈恩也很生气 他本来打算找个人 来调解一下 你想怎么个调解法呢 那咱就跟你查 咋说咩咋办咩 对不对 他不应的话 不应啥 就这样 当然他根本都不办 他不同意 根本都不 法官前一天两天的话 快咋办 很快 这起案子立了案 并到了法官高新光的案头上 高新光对这起民事纠纷 并不感到意外 但他格外胜荣 王家祖坟是王家人 寄托感情 导念以故亲人的客观宅体 他也是王家人所具有的一种特殊财产 他不同意房屋和宅基地这种财产 最后高新光特地到事发现场进行了调查 头一天下过一场大雨 当时路还比较这个不好走 当时以后你站在那一看 当时因为那是春季 山上没有这个土地都被翻过以后 没有任何草 所以下完雨了后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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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处看吧 就是埋这个坟那地方 就是它有 有尸骨那地方 它不地下是空的吗 所以在那地方能看出那个坟的位置 可以看出来 因为它没有坟的地方 那土是干的 就是土是丝的 由于来采访时正值盛夏 远远望去 王家祖坟所在的山坡上 有不止一处坟墓 但墓碑上的字并不清楚 大概就是这个地方 这坟地就能看到 这坟的都是王家坟吗 原先都那一个山 那个都是王家坟 别人那些人嘛 这以后能够过来 这状况不早饶了新坟 这是最近才那个埋的 这也都多年 这也都多年是反反不早 十几年二十年 这个都已经 满山满坡的庄稼 遮挡了通往坟地的路 高兴公法官 即使曾经来过这里 也找不到通往坟地的路 我们只好再次询问这位老人 同时也问一世伯知道 杀王老家打官司的事 杀陈恩始终承认 他用拖拉机在王家坟原址开了地 但是王家坟早在几十年前就被破坏掉了 与他无关 沙承认说 王家坟被破坏后 王家人也没有再来停过坟 所以他开荒前 坟地原址 根本没有王家仙人的坟包 这一会儿你看着吧 是吧 就那么抖的 抖的抖的 抖的情况下 才要拔完了和煎倒走了 要洗刷二十年 我问你 还要是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 还有没有坟的气象 那洗刷 一洗刷下雨一冲 还有没有 没有了吧 跟这种形象 发起来 弄完之后 他来管理的 有人管理 说把这坟干 暖上他 管他咋的 如果我弄了土包 那谁也不能 那谁也不能动 有中国人 对这坟是最讲究 因为我 都气中这坟 谁下的土坟 就包了 谁心里也不好受 王家坚持说 原来墓地虽然被破坏过 但是仍然有坟包 但是这个墓地 后来当中的 王家的后人 也把它恢复过来 也都添上了一些土 来作为一种计算 因此 王正斌的孙女王玛丽 也就是王世文的堂姐 曾经先后两次 从美国赶回家乡寄扫 面对杀王两家不同的说法 高新光决定 走访员早山村的 大队书记 紧玉兰 王玛丽从美国归来 在1988年 到在那个王家祖坟 去介绍林墓的时候 而且紧玉兰 作为在新城市 乡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前去陪同 去介绍林墓 紧玉兰说 虽然她确实陪着王玛丽 去过王家坟 但近年来 因为身体不好 很少出屋 这处坟地怎么样 她也并不清楚 记者从她儿媳嘴里得知 老人病得很厉害 正打点逼 因此 我们便没有去打扰 这位老人 可是 对王玛丽回乡祭祖的事 沙成恩 有着自己的看法 可是 王家认为 王家墓地 是王家后人的特殊财产 应该得到法律保护 这个墓地在解放前 它的所有船是王家所有 随着我国土地 管理法的事之后 这个地 现在已经是 成为早山村 集体所有的土地 但是在集体所有土地当中 它由于是国家 根据物权法当中 占有制度的规定 王家已经占有了 这一块 他人的 不动产 也就是你早山村 集体所有的财产 那么人家就有 对这片土地当中 享有 用意物权 即债有权 使用权 苏来源还说 沙家在墓地上 开荒 种植农作物 侵犯了墓地的完整权 损害了后人 对先人的祭祀权 破坏了王家后人 特殊财产的所有权 法官高新光告诉记者 虽然王家坟是王家后人的特殊财产 但是两家都不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坟墓原址是否有坟包 因此高新光反复做两家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调解 2007年4月底 沙王两家最后接受了法院主持的调解 自愿达成以下协议 沙陈恩在王家坟地范围内不再开荒种地 停止侵害 王家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这让高新光感到很欣慰 走调解吧 对当事人双方 都有好处 另外双方能化解双方的矛盾 能够你达到这个双方和睦相处 不至于矛盾